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歌是中国五十年代的事 情节和情绪都太相像了 所以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这首歌不但在前苏联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在我们中国也很流行 对 这是一首时代色彩比较浓郁的歌 它像一盘录像带录下了你过去生活中 与它平行的一段经历 这样当你重新听这首歌的时候 过去的一切便又回到了眼前 是的 不管是温暖的 甜蜜的 还是忧郁的 心碎的 从前的记忆在音乐里回放时 总会笼罩上一层淡淡的伤感 而这份伤感是一种痛苦的享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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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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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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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唱就是二十年 一九七八年 共青团中央向全国征求 中国少年先锋队对歌 结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 以无可争议的优势 众望当选 这也算了却了记名 寄希望于明天的夙愿吧 一唱就是二十年 一唱就是二十年 爱人上心对我们将一名 新春飞 准备 新春飞 新春飞 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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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这一笑容感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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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公元一九零零年的一个春寒料窍的日子 到时王阳手持油灯流连在敦煌石窟的壁画前 忽然脚下一半他急忙用手扶住石壁 就在这一瞬间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石壁松动手下出现了一个小洞 继而掏空里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石窟 无数金卷织绣画像文书呈现在眼前 从此一门全新的学问诞生了 它就是敦煌学 在其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围绕敦煌 艺术家们不知创作了多少文艺作品 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恐怕要算是舞剧思路花语了 其实早在五十年代代艾莲就编排了一个 取材于敦煌壁画的双人舞飞天 后来成为了中国古典舞的典范之作 说到飞天我想起了这样一个经常思考的问题 舞蹈是怎么再现古典风貌的呢 你看几万年前的雕塑我们可以看到 几千年前的诗歌我们可以舞蹈 音乐至少到了巴赫时代 我们可以精确地把乐谱转化为音响 那么舞蹈呢 没有一种文字和符号能详实地记载它 这是不是舞蹈的一种遗憾呢 和其他的艺术相比 舞蹈在现古典风貌的详实性却是最差 但是因此它的想象的空间也最大 我觉得这倒未必不是舞蹈的幸运 因为每一次在现都是以此新的创造 所以总会给人新鲜的感受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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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